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供销社系统死灰复燃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是什么 2022年10月17日,湖北日报报道 湖北基层供销社恢复重建制1373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 看到这个标题,大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供销社系统正满血复活 中共要全面回归计划经济时代 说起来,供销社在80年代以前生活过的人 对此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在中共的计划经济时代 供销社可以说是垄断了中国人所有的生活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离不开供销社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 也可能会从一些影视作品中了解到 什么煤油,火柴,卷烟,白酒,白糖,食盐,布匹,化肥等等 老百姓需要的生活物资都要到供销社里才能买到 那个年代在供销社做售货员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那么这个供销社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中共官媒给出的解释 供销社是中共建政初期 在农村推行的生产、供销和信用 这三大运动的产物 主要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等等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 供销合作社曾经是农村生产生活资料的唯一购货渠道 它依靠统供统销完全垄断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 什么东西都得平票到供销社去买 那么什么是统供统销呢 就是中共政府一方面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争购 简称统购 另一方面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的政策 简称统销 国家严格管制粮食市场 严格管制贩运私货的自由经营 当年实行供销社的背景是什么呢 中共为什么要实行统供统销的供销社制度呢 这得从50年代初期 云南省西南部发生严重的双灾说起 1953年4月份 云南省西南部很多地区发生严重双灾 给正在打包的小麦造成了毁灭性影响 有六七个县镇因此发生粮荒 每天排队购买粮食的人数超过10万人 因为粮食极度紧缺 只能配售 一些民众要求开仓受粮 并因此发生了农民包围粮仓 截破开仓销粮事件 多个地区爆发群体性事件 共42起 一直到军队出动才平息下来 后来从四川东北等地掉入粮食4000多万公斤 才平息了购粮事件 稳住了市场 于是从1953年12月开始 中共实行了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政策 对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 统购统销 到了1954年 中共又开始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 统购统销的范围逐渐扩大 难道老天爷就只在中共的计划经济时期来个天灾 改革开放后老天爷照顾中共就没有天灾了吗 怎么可能 自从地球出现以来 天灾就在地球上不断发生 人定胜天就是个笑话 它不会因为人类科技进步了 什么地震海啸冰雹 双灾就不发生了 这是每隔几年就在地球上随机发生的 不管是中共国 前苏联还是美国 欧洲 日本 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过粮荒 而实行共产主义的苏联 柬埔寨 中国 却会发生粮荒呢 因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有的生产生活都要中央统筹 上面那几个人 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官僚系统 怎么能全面了解 安排全国各地的生产生活呢 各省各市都不一样 但是当年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 已经跟随苏联同样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 却愚蠢的相信这一套 实行人民公社大锅饭 结果就是粮食产量极低 根本不够老百姓的日常用量 一旦发生个天灾什么的 就会出现粮花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农民有了重粮积极性 粮食产量才得以提高 再有市场经济 各个经济主体会根据市场需求 自动调配物资 因为他们要赚钱 所以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 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粮荒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生 在所写的墓碑一书中给出的数据是 从1958年到1962年 共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 而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就是中共大搞人民公社 合作社 大食堂 中国一方面宣传粮食产量达到了亩产万斤 一方面又逼迫农民把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和粮食都上缴 归为公有 赵总理在文章中提到 仅仅是河南省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 就多挣够了60多亿斤粮食 不少地方把种子 饲料粮 口粮都上缴了 结果从1959年底到1961年底 河南饿死了500万人 2019年10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社会公布了一份 供销合作社条例征求意见稿 2022年9月 中共官媒又刊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供销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 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 在2022年中共召开两会之际 湖北省又发布 湖北基层供销恢复重建制1373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 看来习近平是要彻底恢复 供销社系统了 那么供销社为什么会死灰复燃呢 供销社是中共老毛时代计划经济的产物 也是物资匮乏的象征 在80年代已经逐步减少 失去了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又逐渐恢复起来 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共国经济开始大幅下滑 很多外资都在纷纷撤离 供应链也在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 尤其是2022年以来的极端清零政策 更加剧了这个趋势 再有美国欧洲等国家已经觉醒 认为中共国是他们的最大威胁 所以这两年来对中共国企业科技制裁的措施 频频出台 这对于中共的经济发展绝对是雪上加霜 虽然中国的粮食产量在实行市场经济后增加了很多 但是中国现在粮食供应充足 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用血汗工厂争的外汇 从外国买了很多粮食 现在中共国在内外交换下 血汗工厂占外汇的能力大大的减弱 以后会下降的更厉害 所以现在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又要出来了 所以三月份上海封城以来 各地出现的由居委会统一安排粮食蔬菜采购的形式 就是要恢复供销社系统的试水 先各地测试一下 再加上习近平二十大后 无论如何都要攻打台湾 中共国就会进入战时体制 再加上中共国和外部的逐渐脱钩 也会逐渐陷入物资困乏的境地 供销社的内循环体系就会派上用场 再有极大可能爆发的战争 也要考虑如何保障物资供应 这和中共在五十年代推出供销合作社的背景非常相似 因此现在的中共也不得不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闭关锁国 战时体制时期的物资匮乏做准备 因此供销社也就死灰复燃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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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